下午好我是夏时 欢迎收看10月21号的百歌舞报 首先有纳吉的消息 首相纳吉说 国阵政府将会继续捍卫和支持华晓 而相比历代的首相 他是拨款给华晓最多的首相 纳吉今天出席由华总举办的全国华清峰会 首相与华清对话会TN50活动上 这样表示 他说他出任教育部长时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放弃1961年教育法令下 赋予部长关闭华校和将华校 改制为国民学校的权利 另外纳吉昨天在个人部落格撰文时指出 配合大马迈向高收入国的目标 政府提高人民的收入的努力 已经取得成效 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 而且贫穷率也持续降低 换个焦点 澄清党树立主席沙拉胡丁 昨天透过个人脸书公开向电讯公司 Selcom做出投诉 她说 太太当天联络她时 接电话的竟是一名印印女性 而且对方声称自己的电话号码 与沙拉胡丁相同 并已经使用长达一个月了 沙拉胡丁对此感到纳闷 表示她选用Selcom长达20年 但是自从第13届大审之后 就有不少人投诉说 受到由她手机发出的 煽动性和种族性言论的短信 最近一星期更是严重 她无论是接电话和拨打电话 都碰上困难 她补充 虽然她已经多次向电讯公司 做出投诉 但是却没有获得妥善处理 因此她反问 这就是他们对待一名 忠诚客户的企业文化吗 无论如何 Selcom公司媒体负责人 向媒体表示 该问题已经获得处理 最后我们来看一则体育消息 大马受果仅存的代表 混伤组合 无顺发与赖减敏 勇产丹麦的 羽球首要超级系列赛半决赛 两人是在大马时间 昨晚进行的八强赛中 已直落两局 击败主对丹麦的 诺尔与沙拉蒂格森 抱到四强 今天将硬碰中国头后种子 郑思维与陈清晨 以争夺一席决赛权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印尼的里约奥运冠军 丹都威与莉莉雅娜 将对立香港的邓俊文与谢盈选 在南丹半决赛中 韩国老将李玄一 将和师弟守候种子孙丸虎展开内战 另一场南丹四强 则由印度名将斯里坎 对立香港的黄勇琪 今天五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